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 拜拜 这是 也不介绍一下 真的好尴尬 不要尴尬 真不要尴尬 你需要安排大家飞行两个国家 意大利和西班牙 通行六个城市 经费是有限的 一切可以将你们全程自立 没有任何帮助 出发前你还需要完成两个人 你要帮大家预订我们的酒店 第二 你需要同时大家学习外服 现在你可以开始工作了 兄弟好运 哈喽你好 对我到那个 到楼下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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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 好嘞 好嘞 你好 你知道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吗 开会 开会 不知道 对我们去哪儿 我就这样跟你上车了 我不知道 我要看看有没有人是碰见过的 哈哈哈哈 好像 要见一些新朋友吧 从来没有这么为止 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什么奇遇迹探险区 好恐怖 我怎么紧张了一口 到我去哪儿了 这 一会儿楼下有人说要来找我 嗯 然后你就 跟他说我在这个四号教室 行 好 拜拜 谢谢 好 好 不是跟我说一点半 在这个地方第一次见面 我提前到了一个半小时 你好 呃 可以订餐吗 他们是要干嘛 啊 是这儿吗 嗯 我现在是干嘛呀 可以问你吗 找导游 真好 这太过分了 如果要是说大家在一起 我想都是互相照顾吧 那今天肯定是没有 那今天肯定是没有 因为我也很依赖 比方找不到我怎么样啊 都不跟我说话 然后就跟不存在一样 先生您是 不是 你们都不说话 气死我了 真神 啊 不可能在那 因为那儿都找了 我们上去吧 导游是找一个人啊 对 是咱们安排的一个男生 往哪儿走 哎呀不知道 啊 是送餐吗 三 四这样子 对对对 来给你 我发紧一点了 你好像快到蓝线了 快到蓝线了 我不是快男人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我 我发紧一点了 你好像快到蓝线了 你好像快到蓝线了 好 对不起 是那个 你这边有一次性的筷子 我点了三 他没有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是不是个导游 是的 是的 你是导游 你好 好 谢谢 好 有气息在这里 还在这里 还在里面 走走走走 我要跟他导游 我这船来锁了 啊 什么呀 这上哪儿啊这是 啊 不对啊 下 下 下开始就我自己了吗 非常茫然 对不对啊 然后 啊 啊 往哪里走啊 这什么地方 去见谁啊 什么情况 懵的 啊 怎么办 怎么办 我现在想起来就是 啊 没有 洗手间 什么的 哎呀 完蛋了 迟到了 天哪 天哪 我能 没有 没有 我可以给你拿点纸 没有 泡水 这干净呢 这不是 那这不是厕所用的 这没有 这个真的没有 我想办法 哦 那个 你好 张海 姐姐你好 对吗 对 我叫对了吗 对 凯莉姐你好 你好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都找不着了 我听 是吗 您包里有那个筷子吗 干嘛 我要吃饭 你要吃饭 我还没有吃中饭 对 天哪 您吃过了吗 我吃过了 吃过了 他今天把我弄懵了 我觉得他挺生活的 真的 他说见到我就说 你有筷子吗 哎 多逗啊 见到圣人说 你有筷子吗 我当时在干嘛呢 我就想 真的我有点乱 那那那那那 那我先送您去楼上教室呗 哦 好吗 好 妈 对 我刚点了餐 但是没有筷子 哦 怪不得你问我筷子 您先坐呗 凯莉姐 嗯 行 啥意思吗 怎么没人啊 我已经呆了一个多小时了 觉得在这个地方 见到凯莉姐 肯定是我们一起参加活动 先把它安置好 然后再自己想出去啊 是找一个筷子 因为 毕竟很多饭都点过来了 我又不想浪费 嗯 对 我先去找一下筷子 对啊 对啊 嗯 嗯 什么事啊 没人 我好傻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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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去找一整 坏 袋子 怎么 太了吗 包里面又没有 都在咖啡 啊 我没吃饭 我去去买双筷子 太好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快呢 因为你长得太帅了 也不是 是外国认为的 我们导人不不会是外国啊 所以他们是骗人的 哈啰 你也找了 上面不用找了 我们已经去过了 所以她认为呢 根本就不在这儿 你好 欣益姐 你好 欣益姐 你好 怎么这么动 欣益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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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导游 你是导游 对 我是导游 我们找到了 我跟你说 她说她是导游 刚开始的时候 就觉得有导游心里特别安心 现在想可能 她的功能没有那么的齐全 好吗 你觉得不像吗 为什么不像 她说她说导游 你是 一定是个男孩子 那你刚刚在哪儿 因为我们是整个所有人在寻找的状态 每个人看到对方都很惊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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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接一下我们吧 一个一个接一下 因为 其实我 我认为很简单 就是今天大家一起见个面 就是为了 大家去熟络一下 然后知道这次我们一起出游 都有谁 就没有想那么多 然后也没有想到 在姐姐们来之前 要去下楼接她们 是因为我不是接待 就是我会误以为 接我的那个人就是这个接待 要不先坐一下 然后我先吃个饭 也坐一会吧 她没吃饭呢 不好意思 我都不好意思吃了 谢谢 谢谢 你感到我紧张了 你看 可以 你也坐一会吧 Hans呢 是我们今天的导游 她吃饭吃得很慢 这是我很着急的 她如果旅行的时候 吃饭吃得那么慢的话 这就不行了 不然的话 她会把大家的时间都耽误了 在这儿傻作的 小米还有饼干 太厉害了 谢谢 我们怎么说的也好 到底啊 说真话吗 我觉得会有点难 因为我是特别要感觉的人 今天的气氛和感觉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一个 很融洽温暖的大家庭 能说是个别人的问题 我觉得是整个的问题 不是张瀚一个人的问题 其实蛮挑战的 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 想得都太简单了 就想到旅游OK 我喜欢旅游 欧洲OK 我很喜欢欧洲 就是这样的 我都可以去尝试 但有可能一天两天下来 我跑掉了也有可能 真的没有 我不知道 别问我了 我现在不知道 我们怎么称呼您好 大姐 就不能等会 不说什么 你还是要等会 没办法 你是不是这么说 有一排 好 我现在可以 这么说 我说 我为什么想到 可以跟我们聊聊吗 不过我们的电视缘 对 要不然这样 长寒过来 好 咱们就这么坐着了 我们现在进去吧 然后宣布一个事情 宣布一个事情 反正你都有你安排是吧 你安排 我这边让大家互得不熟 大家得会干净的好尴尬 好 OK 你得回约气氛 好的 你知道 今天呢 因为另外一个成员 他不能够到 然后所以 今天这个游戏规则 也不能够宣布 这句话非常重要 最害怕的就是 弄个外文课 上来就给了我当头一棒 谁是我 谁是我 在国内 都是很受人的喜爱和尊敬的 可是一到外边吧 你就觉得自己特别丢人 他们怎么看我呀 觉得你那么傻 反正刚才那一瞬间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 面对下面的这个旅程 那个 你要多学学 我们都靠你的 你是导游 本子呢 你拿什么技的 他呢 他还有脑子呢 因为我是一个性情中人 有的时候碰到点 让自己特不自在的 我又会很纠结很难受 我写完了我要去个洗手间了 我好像没受过什么委屈感觉 我受不了 我好歇了 哎呦 哎呦 当然我就特难受 我觉得 是因为我 这外语让我太头疼了 那种自罪心的那种伤害特别大 你明白吗 想得太好了 我觉得这一说到外语我就不行 不行 我得我特傻我觉得 我特难受心的 我刚才站着我就想哭 哎呦 我都不想去了 哎 别啊 我只能说尽力 对我觉得会尽一个男人的责任 去尽量地保护他们 然后尽量地去替他们分担 所以只能说 现在我只能说尽力就好 对因为我是一个 我认为我应该 算是一个比较责任感的人 尽力 嗯